Hello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呢 我终于要聊一聊关于普吉岛的国际学校 那很早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想要让我讲一讲这个话题 但是那时候呢 我一直不太敢讲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了解不够 怕说出来说的不对 误导大家 但是最近找我咨询有关普吉岛国际学校的网友是越来越多 那我一遍遍去回答 又觉得好麻烦 但是不回答呢 又觉得有点不太礼貌 所以呢今天就出这样一个视频来做一个统一的回复 其实我也见过不少家长为孩子选国际学校的时候 是要做很多的功课的 比如说对比学制 老师的资质 学校的硬件 学校的口碑等等 那其实呢我自己是一个比较佛系的家长 我给我女儿选学校的第一要素就是要离家近 以前最早呢我们是住在普吉岛的中部 那时候是离嗨斯大国际学校是最近的 所以当时孩子就在嗨斯大上学 然后到今年呢我们搬家搬到了邦涛地区 那离我家最近的就是UWC学校 所以呢就又转到了离我们新家最近的UWC 另外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 他们的小孩是在BS上学 所以呢在普吉岛的国际学校里面 我是对这三个学校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一点 有关其他学校的话 我只能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印象 在普吉岛上的国际学校大概是有十几所 有一些国际学校是非全年龄段的学校 也有一些学校是规模比较小的学校 那这些学校呢我就不放在今天的视频里说 那我今天分享的七个学校呢 都是属于在普吉岛上的中国人都比较认可的国际学校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听这个有关学校的排名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优势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那虽然我今天不会去做学校实力的排名 但是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下学费的排名 因为学费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点 而且学费呢是在网上明码标价的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 我这两天呢也做了一些功课 从网上搜集了很多的资料 去做了一个表格 现在这个排名顺序呢 是按照第一列幼儿园的学费从高到低排的 那因为汇率是经常变动的 所以这个计费方式呢 也都是用泰铢计费的 另外因为学质不同 有的是英质有的是美质 有的学校最高年级是12年级 有的是13年级 那在此呢为了简化表格 我都是按照小学是1到5年级 中学是6到8年级 高中是9到12年级这样来划分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聊一下 我对这7个学校的印象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 我不是做留学中介的 我对于每个学校的一些具体数据信息呢 并没有那么了解 那如果有一些说的不对的或者是需要补充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我在普吉岛了解的第一个学校就是黑斯大 黑斯大这个学校呢是一个建桥教育体系的英式学校 我觉得黑斯大这个学校呢是跟国内的学校比较接近的一个学校 就是他非常注重学生知识的培养 也非常注重成绩 可能是因为这个学校的学习氛围比较好的原因 他也非常受到普吉岛本地的一些上层接机的 就是比较有钱的泰国人的喜欢 尤其是一些华裔泰国人 这个学校里面的中国学生也挺多的 还有一方面受到中国家长非常喜欢的原因呢 就是他非常注重中文的教育 像是一年级以上的中国小朋友 每周都有三次的免费中文课 我女儿在黑斯大待了三年 所以我也认识了不少这个学校里面的中国家长 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家长都是相当鸡娃的那种 有不少这个学校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面的学习以外呢 还被家长安排了一些校外的补课 那这种鸡娃的氛围呢 让我这种佛系的家长也感觉有点压力比较大吧 当然黑斯大这个学校呢 除了重视学习以外呢 它也重视孩子的体育和艺术的培养 这个学校里面的比如说足球 游泳 健美操 还有舞蹈的成绩也都是非常亮眼 可以说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学校 那普吉岛的UWC呢是全泰国唯一一个UWC学校 它也是一个全IB的学校 使用全IB教育的国际学校在全泰国只有五所 那其中三所在曼谷 那UWC呢也是在普吉岛唯一一个全IB的学校 其实当时选择UWC呢纯粹是因为它离我家比较近 我当时进UWC 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IB 从黑斯大那种学习氛围比较好 比较重视知识教育的学校 转到一个纯IB的学校里面 我是各种不适应 后来经过深入的了解 我才知道这个IB教育呢 它就是比较重视孩子的动手能力 引导孩子去探索世界 释放天性 在这种全IB的国际学校里面 小孩子的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是相对比较轻松的 到了中学以后 这个IB的课程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那UWC的教育理念是比较前卫的 他们很注重正念教育 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幸福感 反正我感觉我家的小朋友每天上学都非常开心 其实我女儿的性格呢 就是那种非常开朗非常快乐的小朋友 其实我还是很想保护她的这种快乐 不想让她过早的有很多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对我来说呢 UWC还是挺适合我的 那么BIS这个学校呢 可以说是普吉岛知名度最高 也是很老牌的一个学校了 这个学校他们在小学阶段使用的是英国国家课程 然后在10年级11年级用的是IGCSE的课程 到12年级13年级用的是IB 所以说呢这个学校是几种学制混合的一个教育方式 这个学校往年升大学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学校是经常拿来跟UWC比较的 我觉得两个学校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 因为学制都完全不一样 教育理念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BIS这个学校更有点像是西方精英教育的那种感觉 我在这个学校认识的家长都是老外 那这些老外朋友呢也都还是非常认可BIS的教育的 另外这个学校值得一提的就是 它有一个非常大非常漂亮的校园 整个学校有非常多的运动场所 光足球场就有六个 我觉得喜欢运动的小孩在这个学校读书应该会非常开心吧 BIS这个学校提起来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可以选择剑桥国际课程和法国国家课程的学校 它的这个法语教学比较有优势 那这个学校在普吉岛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学校 它的建校是2017年 当时最开始建校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小的学校 占地面积只有一赖 那在2019年扩建之后呢 现在就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规模的学校了 学校给我的印象就是 除了在硬件上下功夫以外呢 他们也很舍得在这个师资上做投入 最近也听说有一个奥运会游泳冠军 也去了他们学校做游泳教练 这个学校的位置呢 是位于普吉岛南部的茶龙地区 它不像BIS或者是UWC这种 选择在这种自然环境比较好的郊外 去办学校 BCIS这个学校的位置呢 周边都是泰国本地生活圈 是比较有烟火气息 生活气息的那种 另外我对这个学校的一个印象呢 就是他们很注重去举办一些节日活动 而且每个活动都做得很认真 规模做得也很大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KIS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的全名叫Gadrangi International School 这个学校的位置是位于卡图地区的一个山脚下 环境还是挺天然的 KIS国际学校旁边呢 就是Gadrangi泰国的双语学校 那这两个学校呢 都是同属于Gadrangi集团下面的 一个是以英语为主的国际学校 一个是以泰语为主的泰国双语学校 因为两个学校挨在一起 所以学生的总数比较多 每次到这个上下学的时间 整个那条道呢都会非常的堵车 KIS这个学校呢 它采用的也是英国国家课程的教育 在我的印象里面 这个学校的中国学生没有很多 那我对他的了解呢也没有很多 我有认识一个老外 他的女儿是在这个KIS上学 但是他们家呢是住在邦涛拉阳这个区域 每天呢他要开车40分钟 去送孩子去KIS读书 我就问他为什么不选择一个 离家比较近的学校 然后他跟我说KIS是一个挺不错的学校 他跟他的小孩都非常喜欢这个学校 QSI这个学校呢 位置离KIS学校挺近的 我听说QSI在中国办学办的是挺不错的 所以很多中国家长比较信任这个教育品牌 QSI的这个分校他的占地面积比较小 甚至连一个泳池都没有 听说他的招生情况呢也不是很好 整个幼儿园呢只有三个小孩 高年级的话人会多一点 但是比起其他学校呢 他这个学校整体的人数都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都是采用的小班教学 就是一个老师只面对几个孩子这样 那这种小班教学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有些孩子适合有些孩子不适合 那比如说像我女儿就天生比较喜欢热闹 比较喜欢社交的 那如果把他放在这种小班 只有几个孩子的这种小班里面 我觉得他可能就会不太喜欢 我也有认识两个中国家庭的小孩 在QSI读书也已经读了好几年了 我之前也问过他们对于这个学校的看法 那他们这两个家庭呢 对学校都还是挺满意的 也愿意一直在这个学校上下去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今天的最后一个学校 就是Oka这个学校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学校不太了解 但是我对他们的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我们七年前到普吉岛租的第一间办公室 就在这个学校对面 在七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学校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占地面积比较小 也比较简陋的一个国际学校 前两年也是有投资进来之后呢 这个学校开始迅速的扩建 然后现在建成的这个新校区呢 也是号称普吉岛面积最大 最漂亮的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的位置呢 是属于普吉岛的中心地带 但是它的位置呢也略微有点尴尬 因为它是处于黑斯大学校和BCIS这两个学校中间的 因为岛上的国际学校的声援没那么多 所以它处在这两个非常有特色的学校中间呢 所以它的招生情况呢就比较一般了 现在呢也有一些优惠活动来吸引更多的学生 就比如说交三年的学费可以学费打折20% 其实这个学费打折完之后呢还是非常划算的 另外因为这个学校的投资人股东里面有中国人 所以他们也是非常注重 非常欢迎中国学生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对普吉岛国际学校的一个大概的印象了 因为时长有限 我自己了解的也有限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在网站上去查看更多的信息 如果是真的打算送孩子到普吉岛来读书的话 也建议大家亲自到学校里面去看一看 再做选择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